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个电影叫什么太空战狼 太空战狼就是拯救地球 这个这是推特上这么说的 我从来没看过 拯救地球 本来呢 昨天说那期节目没重点没在哪 只是看牵了个头 后来在节目上去之后 我都快睡觉了 因为昨天做的挺晚的 我改个 我看那张票根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地球 因为有那个照片什么都有嘛 我也是二十多年没在国内看过电影了 咱也不知道国内电影怎么看吧 我就给打上说这个只有 然后咱们就给写上的了 咱给写上了 这一下手楼蛋炸毛根地其民粪了 活家伙 今儿早上起来我一看 这真的有日子没有这么热闹了 那个 说这个喜欢我的节目跟不喜欢我的节目的人呢 一个月的比例头 我看过有些统计啊 YouTube都有统计 是YouTube统计 喜欢我节目的人呢 大概有两万 一个月有两万多个like 不是一个月 二十八天是二十几天 不喜欢的大概有一千多 这个状况维持了一段时间 昨天的一个不喜欢 得占了四分之 百分之四十啊 然后留言的呢 嘲笑的我基本都留下了 那你要骂街就没意思了 骂街我就都给你删了 所以这一段话 骂街我就全都给你删了 这个你骂街 你又骂不出个花花样来 你要骂出花花样来 那我就给你留着 你要骂不出花花样来 你没多的出息啊 这个咱说开了 然后他就解释了 大概解释那个概念 那个票呢 是应该那个买票的人自己随便打就行了 那应该是那个人 买票那个人就给打进去了 他是嘲讽这个电影咯 他嘲讽共产党咯 然后他给贴上了 贴上没做太多解释 那在海外的人呢 肯定确实是有这问题 他根本都不在国内看电影 他不知道 你土貌 你傻貌 我一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都是什么人骂我 哦 我还明白 哦 这么回事 全上了 那个真真是有日子 那可有日子没见这样 但是我解释的那个内容呢 当时跟大家解释就是说 是迎合现在 只有共产党救地球 是这个电影演出来的一种说话 故事 有人说是 有人说不是 但是呢 我的引述呢 就是 刘强东当初讲过 就是去年三月份 不到一年 三月份 十二年之后 共产主义必定实现 我一会跟大家分享啊 那是刘强东讲的 我们再讲刘强东出事 再讲华为的时候 现在网友朋友 国内朋友肯定知道 在国内华为疯了一样 华为就跟拯救地球一样 像一样的疯 跟这个电影一样的疯 到处都是华为的广告 对吧 那 跟迎合着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工智能 5G 基因 编辑基因 非人类的 就是人创造出来的 与人自身 与神造的人的 他的聪明智慧可以相媲美 甚至可以跨越人工的一切 所以人要统治世界 是透过非人类去统治人的世界 这就是概念 所以我们当时 我昨天节目就是这个角度去解释的 代表着今天的共产党走到了一个极致 走到了一个非人类 就是他将被灭亡的一种标志 这是共产党会被天意灭亡的标志 有人说你反共反抽了筋了 脚和根你 脚和根你哆嗦了 反正什么样都有了 就是这意思 那今天我一看这 哦 我说哦 是这么回事 就是说你根本不知道 那个是哪来的 这个消息 这个事一出来 那我就懂了 让我想起了很早的时候 那都民间有个故事 叫红眼十诗的故事 红眼十诗的故事 在民间流传非常久 呃 有说是观音菩萨 有说是地藏菩萨 呃 我记得原版 我个人记得比较原始版的是地藏菩萨 九华山的第一个肉身佛 呃 九华山的第一个肉身佛 呃 姓金 他其实应该是显族人 呃 地狱不空 视不为人 这是地藏菩萨 呃 好像的有这么一句话 那民间在流传 红眼十诗的故事呢 是讲在很久远 在就那么一个时代吧 地藏菩萨知道了这个村落 就是就像这样的事 呃 就像这样的 我看过的一些故事 一些照片就类似 呃 这是个山景吧 那但是这地方 是是秃的 所以呃 正好应景 人家放着 呃 其实香港的狮子山 有的类似的概念 它同样是狮子山 它也有类似 也有2014年说 香港狮子山红 那个狮子眼睛红了 那讲2013年 讲香港遭遇了一些 将遭遇苦难 呃 梁振英应该上台 梁振英上台 那是当时的事 当时是这个故事 呃 那那你 13说香港狮子眼睛红了 2014年香港出的事 啊 香港出的事 所以这是你可以查一下 你就打香港 呃 呃 狮子眼睛红了 你就出来了 啊 这个你很容易查 那回到原始那故事呢 狮子眼睛红了的故事 地藏菩萨 所以当地藏菩萨 知道那个村落 哈哈 又是姑传 知道那个村落要遭大水 就是山水啊 冲了 呃 地藏菩萨很怜悯 他就想说 原因他是讲 这个村落的人太坏 太坏了 呃 他就不太相信 他就说一定会有好人 然后他就装成一个婆婆 要饭的婆婆 挨尖去要饭 在这 在那个村落中 挨尖要饭 呃 没有人给他 最后敲到了一个老婆婆的 老婆婆 也是老婆婆的家 老婆婆出来一看要饭 又脏又乱又丑 呃 然后就跟这个 说要饭 这个老婆婆说 哎呀 我也没饭吃 我家里就半碗粥 大概雇着 我家里就一碗粥 我给你半碗 那我不能都给你 我还 我留半碗 这个老婆婆就给这个 给这个地藏菩萨 给了半碗粥 半碗粥 这地藏菩萨一看这个 就显出原形来了 这个 结果老婆说 这是菩萨 这是 给菩萨磕头 菩萨说你就别磕头了 说我跟你说啊 你记住这村要有大灾 你尽可能告诉所有的人 当村门口 村口上 那个大石狮子眼睛红了的时候 赶快往山上跑 往上 往高处跑 要来水的 那一下 这个地藏菩萨就走了 那老婆一听这 既然地藏菩萨了 她又在村里 地藏菩萨说了 这个 这个村口 实实眼睛红了 那个 大家就要来水了 大家得往山上跑 那没人相信 没人相信不就是因为 神要摧毁这个地方 没人相信 恰恰验证了 就是神要摧毁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已经败落到 没人相信这些 需要人们去证实的东西 人们一定要要求证实的东西 这是人的道德沦丧的一种表现 道德沦丧的 那老太大家就管他叫疯婆子 陶哥疯了 这一会儿你就看陶哥疯了 管他叫疯婆子 那老太的呢 这个疯婆子就坚持每天 每天就跑那村口那看 那红眼睛 那眼睛 红没红 因为他的行为有问题吗 有人就开始调弄他 有人调弄 现在推特上也有人调弄 故意发 那你说这个人发了这么张两张照片 说这个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地球 可能人家也下套了 你就套我们这样的人 你看反共反风了 套我们这样的人 说你中套了 那个结果村里就有孩子 戏弄这个老婆婆 就拿那红眼闪 那时候应该没有红气 拿那红眼闪 就把狮子眼睛红了 那老婆婆去看的时候呢 哎呀 就是把狮子眼睛红了 老婆婆就村里救着 哎呀 大家快跑啊 狮子眼睛红了 狮子眼睛红了 所有人都嘲笑他 所有人都嘲笑他 那老婆婆不管了 他就跑到山上去了 水来了 把村就全给毁了 所有人都嘲笑他 地藏菩萨就救了一个人 哎 这就是红眼实施 啊 你可以相信 你可以不相信 九华山的地藏菩萨 是九华山 我忘了是13个 还是14个 肉身佛当中的 第一个 呃 06年 05年是06年 我没具体时间 没忘了 江泽民曾经去过 这个九华山 6月3号 江泽民知道自己干嘛 去请的地藏经 怕下地狱 九华山 在大家过年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去九华山 很多人也去 这个地藏菩萨那去拜 那就像雍和公是 这是大年初一凌晨的投注箱 这是有一个人发的了 大年初一的投注箱 北京雍和公 海南的周口 这个人山人海 争抢投注箱 以求得神灵的庇护 这里呢 大部分人信 信鬼神 信保佑 信横财 信权力 很少人相信契约 相信正义 相信普世价值 为何人类踏入了现代文明后 古老的中国却成为迟到者 这是个无神论者说的 我觉得这个话是错的 这个完全是错的 真正现代文明的基础 在犹太人身上 在以色列 美国 引告的为Trust 你每一个美元都在上头印着 你说 那是持道者 还是现代文明呢 对吧 那是持道者 还是现代文明 那大部分人信鬼神 信保佑 信横财 信权力 他们不信鬼神 他们惧怕鬼神 他们不信鬼神 这里面大多 太多的人都是无神论者 在他的利益诱惑的过程中 在他的 怎么说呢 有什么别有病 没什么别没钱的 这种现实 活在当今的利益的驱使下 做的这种事情 如果他是懂得一份虔诚的话 我跟你讲 没有人敢扔 也没有人去敢这么抢 不敢抢 在西方的时候 我跟你说一个地方 梵蒂冈 梵蒂冈 我知道的最多 大概有十万 二十万 甚至更多的人 没人敢 没人敢这样 没有人敢 当他们出现大的截止 或者说教皇 有一教皇没了 新的教皇要出来 那梵蒂冈 那人老了去了 在迎接新教皇的时候 没有这样的 更没有人敢说 要为了抢 投注箱去扔的 他们什么都不信 他们什么都不信 他们只信他们自己 但他们太惧怕 遭到报应 他们太想得到 他们根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才有这种行为 才有这种行为 这是大年初一 我印象很深的 在 这么看 我印象很深的 在 在 这不都是十多年前了 就是武昌的 武昌的 看武昌的什么四来的 里面供奉的 其实他 武昌里面 其实 元祭祀 是元祭祀 应该是元祭祀 里面有名的 真正是 吴百罗汉 完全都是 可能完全都是 紫檀木 那个 北京的碧云寺 也有 吴百罗汉 也是紫檀的 那是他有名的 武昌我去过 二十多年前 二十五六年前了 那 但同时里面供奉的 财神 那一年到 武昌去 元祭祀 去拜财神的 大概四十二万 四十二万人 是二十四万人 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 财神咱讲过 武财神是谁 赵公明 赵公明就差一点点 修成了 修出了三截 可是赵公明的 二十四颗定海珠 是被落宝金钱打下来 落宝金钱的两个 两个神仙 散人 他都不是神仙 是来自于福建 所以他根本不认识 定海神珠 二十四颗定海珠 赵公明打的 燃灯道人 饶世界跑 燃灯道人 就是燃灯古佛 是过去佛 现代佛 未来佛当中的 过去佛 燃灯道人的功夫 高过了广称子 高过了原始天尊的 十二金门 那而赵公明 可以打的 打的这个 燃灯道人就这么跑 燃灯道人 根本对付不了 那二十四颗定海珠 可是 一个落宝金钱 带吃满着 只要把他弄起来 那么大的宝贝 就掉地下了 其中一个 撒人姓董 他把那宝贝拿起来 不认识 没用 他也不认识赵公明 其实赵公明 只要使他的 自身的功夫 就把这俩小仙 就给打了 都不叫仙 钱 三界中 贪 贪财 贪色 贪欲 贪财 你多大的功夫 都给你毁了 贪 迷住了你 以所有的双眼 迷住了你的一切 这就是 这是雍和宫了 这是雍和宫 跟大家再看 另外一个雍和宫的东西 我在Google上 雍和宫投注相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雍和宫投注相 在大喇嘛寺 对吧 那这些人 有多少人 可以随意去辱骂 这个 辱骂这个喇嘛 对吧 在爱国主义的驱使 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之下 大年初一烧投注相 说被猴哥烧走了 其实没什么被猴哥烧走了 猴哥是 另外一批人 在大年初一去白云冠 白云冠 白云冠里头呢 在他的牙壁上 墙上有几个猴 去摸猴 这是雍和宫 他说有八万人 他应该是时间不同了 你说他们有多少 真正有信仰 一会儿在节目里骂我的人 很多骂我的人 有多少你曾经在这种类似场合下 你出现过的 你出现过 他信不信 但他可以肆意辱骂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真正的转世他的魂魄 按照皇家 皇教里面的规矩 观世音菩萨 那另外呢 班禅是吴良佛 而吴良佛 班禅 上一届班禅 应该是被江泽民他们杀了 被曾庆红他们杀了 杀佛 有这个 有这个说法 这就是今天的 他是信徒吗 他根本不是 他只为他自己 对不对 他只为他 但他的行为是不是迷信 是迷信 但他的内心像不像 如果他不迷信的话 他生根半叶跑这干嘛来 这是夜里来 他跑这干嘛来 这么多人 他相信有种力量 他要让这种力量为我服务 对不对 这是我讲的 这是一个反的道理 勇和过 勇和公欢乐佛 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佛 然后呢 他叫欢喜佛 这欢喜佛 这是报 这边是佛 这是个女的 这是女的 男女双修 我跟大家解释 我见过 在国外有见过 我有见过 当时 那是他是作为一种 文化的节目 在电视里播的 那当时呢 那是有跟成人是一样的 但是他有他的规矩 他是这么坐着的 他的师傅拿了这么长一根棍 在边上 护着 那 但是他是真拍的 那是真正拍下来的 当时那很早了 二十年前了 二十年前了 现在后来就再也没看过 不知道了 那是二十年前 他把它解释成是成年人的故事 在勇和公是有这个的 在勇和公是有这么一个 我查 但这个是不是 我就不好说了 但勇和公有 藏传佛教讲证 藏传佛教讲证 那我想问你 作为普通的人 你怎么想 对不对 作为普通的人 你只能想那个 你别的想不了 你别的没能力想 为什么 人才干这个 但是 在亚当夏娃的故事当中 在亚当夏娃的故事当中 亚当是男的 夏娃是女的 而他们在伊甸园 从来没想过有这问题 没错吧 当他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吃了果子之后 咬了苹果 咬一口 就跟现在那个 苹果手机似的 咬了一口之后 有想法了 然后呢 神说他们死了 他没死啊 但神为什么说死了 他们回不到伊甸园 打出去 我只是举着例子 完全是我个人的理解 和一种 就是这种概念 人透过这样的方式 当他超越于男女的欢乐之后 他是完全可以达到另外一个境界 但他的内心中 他的欲望必须是在 被压制 被排除 不是在欲望中 而是在一种生命的境界中 我希望朋友能听懂我说的意思 同样的事情 生命境界不同 完全两码事 完全两码事 所以这是 在同样类似的故事中 展现 从红眼十世 到雍和宫 投注相 到这个欢喜佛 所谓的欢喜佛 就看你观看者 在哪个角度 去看待这问题 完全看你观看者 在哪 这个 我觉得没什么可讲 在我个人角度里 我觉得太正常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哪来的 这是Google里 我查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的出处 第一个 2015年写的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这句话是解读字 华言经的部分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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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诗 如诗道层面讲的意思就是 不迷失和忘记初心 等等等等 一句话 他就引述了 佛家 道家 儒家都在里头了 说什么都有 但他出自于华言经 这是 这是 从 整个解释中 我能够看到的 是类似的 人生感悟的经典剧子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一般认为 都是从华言经里出来的 只有坚守 本心信条 才能得行圆满 华言经第十七 三世一切诸如 什么什么 我没读过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2017年十九大 习近平 放在中心的条目上 两个星期之后 再也不提了 今天王沪宁封杀 方德始终 他原来 他习近平原来 就是要求得圆满 初心始终 但当他放在 那个位置上的时候 我们当时跟大家解释了 死了 他把共产党死了 因为 这个中 是中指的中 开始已经有了 他说死了 但习近平信着 他知道出事了 说错了 他再也不用了 其实很多潮行 我个人讲法 说法 很多 一会儿 我跟大家看 嘲笑 我昨天说的 那个内容的时候 你远远不如习近平 你远远不如那些烧香的 远远不如 你什么都没有 你只有一个眼前 你以为的聪明 你以为的聪明 这些都是隐喻来的 这些隐喻 他这么一用过来 就看 在 同样一句话 你 他的真正 吻合天意的背景 是什么 吻合天意的背景 是什么 2017年 那是10月 10月几号开的会 对吧 今天是2019年 2月9号 应该是2月9号 2月10号了 可能是 你看 大家看到的故事 不就是一个 在短短的时间里 有谁有这么大本事 是把共产党摧毁到终结之地 而 只有共产党就地球 却吻合了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完全吻合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完全吻合 现在我们看到的 国内对华为的那种 鼎立的推崇 鼎立的保护 鼎立的支持 一切就要摧毁人的概念 共产党救地球 地球不应该不是共产党 地球是人的 而共产党是高级动物 这句话的出现 无论它来自于何处 无论它是怎么滑稽 但它确实出现在 这个电影本身的票上 人们这种出法 不就像红眼石狮的那个概念一样 那是地藏菩萨的故事 你完全可以不信 但你小子去不去九华山 你进了九华山 你看见地藏菩萨 你小子怎么想 丫头也一样 丫头也一样 这是一个道理 对吧 你看到的欢喜佛 你自个儿牛脸看看女朋友 牛脸看看老婆 老婆看看你 如果你是那东西 你也就是那东西 我不开玩笑 如果你是那东西 你就是一块破肉 你就是那东西 你站在这块破肉角度上 去看那些佛的境界的话 就是对佛的侮辱 这是这期节目 流浪地球高唱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地球 疯了 198个大拇指 83个这个 这个挺多的 这个可有日子没见了 留言呢 留了288个 没多人 288个 我跟大家分享 分享前面的 你反中共已经反到了反制的地步 就傻了 刚看完电影 蛮喜欢的 就看到你这条老狗在这里 你的命运就是被人用关爱智障的眼神围观 然后被历史扫入垃圾堆 44个人 44个人喜欢 那红眼时事的故事 我跟大家看一样 这是新纪元 2014年10月16号的一篇文章 他可能是月刊了 香港危急 红眼时事的传说正在灵验 这是香港的狮子山 狮子山的眼睛红了 应该是2011 我不知道是2013 应该是2013年出现的事情 他没写 突然红眼奇观 两次显现 共和30分钟隐去 然后提到了06年 当时有一个晚会 新唐人的晚会 提到了红眼时事 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0月16号 2014年 那在 这是当时香港狮子山的红眼时事 红眼 2014年10月16号的时候呢 那时候应该是快开三中传 要开四中传会 习近平完全不出任何声音 而2014年的9月28号 开始出现的这个 所谓差点在金钟开枪 这是前后整个故事是这么来的 差点开枪 然后就是香港的整个时间 整个时间 那我想说的意思就是 作为这份嘲笑 这种应对的说法 都是一种 你说他叫什么 有人说叫神迹 有人说叫这 没人能解释他是什么 而这种人间 就是表现出来的这种故事 他所唾弃的 就是他所真正打击的 就是我们刚才分享那些聪明的 那这些整个都是人们的留言 如果基本上都是 他的说法就是会员 订票是可以自己打上的 那我个人确实看中的 恰恰就这一点 我觉得他很有意思 我个人觉得他非常有意思 正好吻合了 红眼石师的那个故事 地藏菩萨的故事 所以你信不信地藏菩萨 其实这就在其中有的一笔 我为什么那么解释 就是跟习近平的那个 不忘初心那些连在一起 我们再看一下刘强东 当时刘的话 这是刘强东说的话 12年后就可以实现 2018年3月31号 通过两三年的技术布局 实现共产主义 就在这一带就能实现了 机器人把人的工作都做了 财富政府把财富分给所有的人 没有穷人没富人 公司全都国有化 人可以享受 搞搞艺术哲学之类的 十九大精神报告 全面小康 现代强国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大家知道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没有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这是我们国内的朋友 你每天要面对的 这是人家正经八百的东西 对不对 跟流浪地球是一样的 那以这种 你再想想现在的华为 你把华为跟流浪地球 放在一起看 两三年 刘强东说的两三年 透过两三年的技术布局 这是2018年 三年前 2015年 习近平提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中国制造2025 而2015年 本来习近平在建满英九 在大阅兵时 是向中华民国系统转型 可是 而那个时间点 正好迎合了雪月的时间 正好迎合了 雪月 在过去五百年 CNN的报道 这都讲过多少遍了 1948到1949出现过 当时出现的是犹太人 犹太人建政 就是以色列国 共产党成立 另外一个 1968年到1969年 六日战争 犹太人夺回了耶路撒冷老城 夺回了圣殿的中心 毛泽东 以中国共产党党主席的身份 杀了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的身份 没了 2014 2015 习近平去见满英九 接受了中华民国 他接受了国家的概念 所以当时他如果杀了 如果弄了江泽民 曾庆红 事情就结了 后来 事情就变得更大了 他玩飘了 玩出去了 玩到人类命运共产体上 而雪月 两年时间里面 出现四次月全时 两次在春天 两次在秋天 而在春天的时候 迎合了犹太人的 逾越节 在秋天的时候 迎合了犹太人的 祝鹏节 而 犹太人的三大节日中的 另外一个节日 是逾越节往后推 四十九天 七七四十九天 叫七七节 这就犹太人的三大节 你说是迷信 是智障 还是刘的鼻听 还是什么 还是什么其他的 这件事情 不止我报了 美国媒体跟香港媒体 都报了 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 只有共产党可以救地球 苹果日报 票房突破十个亿 官媒大吹 难得一见 首部能登上大荧幕的 强国国产科幻片 流浪地球 除夕新年党报呼 他说五天 十亿 说法不同 北美的 自由亚洲电台报的处 说的是十四亿票房 让人傻眼 在票上印出了 只有共产党可以救地球 可以丢地球 所以 太空版的战狼 红海行动 国产影片 给中国人洗脑的恶名 一有只有共产党 可以救地球的截图 在网络上疯传 有朋友们去查证了 得到答复 说这是真的 但中国网友推测 不是系统自动印出的 是买票的人打上去的 有等级会员 打上自己想呈现的字体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报道 那基本上是这么个说法 这是 这是台湾的苹果日报 香港的苹果日报 改自于同名小说 人类在地球上造出巨大的推进器 寻找新家园 该篇票房四天十亿 豆瓣八分 那纽纽约时报说 特效非常好 那环球时报 人民日报都写了评论 能这样救地球的 只有中国人 能这样救地球的 只有中国人 跟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地球 你觉得差距有多大 你觉得差距有多大 谁有病 不开玩笑 而中国人却不忘本 想出了带着祖宅 地球一起搬走 外界对他的评价两极 网友大赞 里程碑 但是呢 外人 有人看完之后 对他的概念 就是另外一个概念 完全是意识形态的背景 大中国主义 把大美国主义 变成大中国主义 只有中国人 可以救地球 其实是 另一类的世界末日 人类拯救地球的故事 那高捧之后呢 就是另外一回事 太空版的战狼 跟红海行动 厉害了我的国 是一样 这是 台湾的苹果日报的评论 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的 你不一定接受啊 这事 这事不好办 这事 每每涉及到爱国主义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 太空版的战狼 科幻片 流浪地球 只有共产党 可以救地球 五天 14亿票房 豆瓣评价 8.3 科幻里程碑 等等等等等等 社交网 切出一张 流浪地球的 影片的截图 他说这个是最早 从苹果日报拿出来 只有共产党 可以救地球 那 是自己黑转的 这基本上是这样 但引起人们的热议 有人调侃说 民粹主义膨胀到 宇宙的高度 爆发户 狂妄自大 墙外的政策 都知道 共产党在 祸害地球人 祸害地球人 那引述了 反而会 而内部官媒说 热捧会毁掉 中国的科幻影片 基本就是这么个故事 那基本就是这么个故事 那我个人的评价呢 是对等了 红眼实施的 那人们的嘲笑 人们在这个 我节目当中的嘲笑和评论 促成了我今天这期节目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看你在哪个点上 看这件事情 一切东西是真的 一切东西都是真实来处的 不是在网上PS 也显现在网络上 所有人也都在 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在关注这件事情的本身 它有着不同的立足点 周末愉快 拯救地球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背书 就是这个个人是打上去的 可是人民日报自己写了 社评 只有中国人 才能救地球 我问你 你那种辱骂 你那种不接受 到底能说明什么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